在台北有一間國際飯店製作餐 竟然不用一千元就可以體驗日本生死海鮮 甚至還有多種豐富的酒水 還有火鍋 但是你看完 你 會想來吃嗎 我是濤濤 我們現在來到台北這裡了 然後在我們身旁的這家是三德大飯店 最近我在票券平台上面看到他們有在賣票券 而且吃在這種精華地段的大飯店 一個晚餐不用一千元 欸你各位 雖然說可能這個價位對大家來說感覺好像也不是很平價 可是在台北這裡 欸這邊不管是物價地價什麼都貴 它卻可以在一個飯店裡提供這個價位的製作餐 讓我們體驗 你不會想要吃吃看嗎 那等一下我們就一起進去體驗看看它的表現會是如何吧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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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oppil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們現在已經就做了啦 然後我剛剛有先去看了一下環境 我們今天在大台北 我們花一餐不用一千元的費用 就可以享有 日本生蠔 還有隨周富的火鍋 甚至 還有自製餐 還有美酒 雖然說我們今天是開車來啦 我沒有辦法喝酒 呵呵呵呵呵 不過OK啦 我們等一下去拿點東西來吃吧 請給我生育片各三天 謝謝 沒關係 請給我生育片 我剛剛不見了 是不怕的 有一點 嗯 Zither Harp 哇 滿滿的瓣貝 哇 蝦仁漿 好 OK 各位 那我們請拿完第一回合的東西回來啦 還有說我們來到這個飯店 我們今天這樣子OK吧 還有說剛剛他們拿了一盤生蠔給我們 他說如果我們要吃生蠔的話 他直接拿一盤給我們吃 換說他們現場之後提供一個人一個夾子 不過我是覺得說他們應該不知道 我還蠻怕那種比較臭臭的蠔味 但是我們在用生魚片開胃之前 我們先把我們生魚片好朋友 哇沙米醬油給準備好了 那我們先從奇魚片吃起來 他這個奇魚片是有新鮮的耶 鮪魚生魚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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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大台北用不到1000元的價格吃到的生魚片 竟然是如此的肥厚 而且新鮮耶 而且我們今天不免齊男也拿了鯛魚生魚片 雖然我們是一次拿了三片 但是如果等下吃起來有什麼萬一的話 我們起碼還有火鍋 那我們在吃生魚片大魔王之前 我們去用蘿蔔絲洗洗嘴巴吧 鮭魚生魚片 它這個鮭魚 我在咀嚼的時候它的肉就像液體一樣 流滿了我的嘴巴 哇這個口感好油啊 那最後是泥杏的部分 不過OK啦 最後我們把這個鮭魚生魚片拿去處理之前 我們現在喝喝看這個火鍋湯頭 它的表現會是如何 有種酸酸的味道 它口感是很濃郁的耶 還有說今天這個天使紅蝦也是要丟夾子啊 現點現做的紅蝦 它這個生蝦吃起來是新鮮的耶 它這個生蝦吃起來是新鮮的耶 它起碼往好處想 今天的生蝦是不需要去幫它洗個澡的啦 它的口感是Q彈的 它的口感是Q彈的 我覺得這個很OK耶 我覺得這個很OK耶 螃蟹 謝謝 謝謝 還有沒有 淡菜 淡菜串 吃起來 雖然說它這個淡菜很難剝 可是它意外的新鮮耶 澎湖小捲 澎湖小捲 這吃起來是有新鮮的耶 海瓜子 怎麼感覺這海瓜子吃起來比起剛剛的海鮮來說就有點暗然失色的感覺 嗯 要說它們現打的果汁也是非常的濃厚呢 沙蟹 如果你各位平常是會去吃那種吃到飽 而且有吃到沙蟹的話 我們通常對於這個沙蟹的印象通常都是乾乾扁扁的 可是它今天所提供的竟然是肥美飽滿的耶 欸這個很OK耶 還有說這個沙蟹底料不能燒 嗯 淡菜 而且比起剛剛南波淡菜來說 它感覺好像沒有那股新鮮的味道 可以吃到嗎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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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各位 那看看店家的信來跟我們結完帳了 你們有看到嗎 我們今天一個人用餐費用 989元 欸今天這樣子在大台北 這種精華地段來說 這樣用餐費用不到一千塊 有這樣的表現我真的覺得很OK耶 雖然說這是店家的好意啊 只不過我是覺得我還是把它煮熟這次好不好 我是覺得說兩顆已經是我的極限了 德國豬腳 Q彈的豬腳皮與油膩的結地組織 兩者在嘴巴裡咀嚼起來的感覺 油油香香QQ彈彈的口感 我覺得這配上酸菜的話一定會很棒 牛筋 牛筋 豬肉排 這經典美式風味的豬肉排 吃起來甜中帶酸 而且重點是他們肉質處理很不錯耶 口感十分的軟嫩耶 雖然說這個咖哩雞可能你看了不會想拿 可是我剛剛看到 竟然有泰式咖哩醬會加的香草 我看到就覺得好像不拿一碗對不起自己耶 我跟你講它這咖哩是真材實料綠咖哩 針魚 炸魷魚 炸魷魚 它這個炸魷魚吃起來應該是那種中央餐廚送過來的冷凍炸魷魚吧 就吃起來非常的普通 那這個應該是炸牛棒吧 我嚴重的懷疑 這炸牛棒跟魷魚應該是拿出來水到菜色用的吧 不過以這個價格來說 算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吃剛剛煮下去的日本鵝啊 手工蝦漿 這次來雷洞今天主角 扇貝 OK了給我耶 那我已經吃完29個扇貝了 還有接下來是我們剛剛煮下去的鵝魚片 雖然已經碎掉了 台灣鵝 真的這樣煮熟就會很好吃 真的煮熟會更好吃 真的煮熟會更好吃 現在煮熟會更好吃 我可以這樣煮熟會更好吃 我已經煮熟會更好吃 就煮熟會更好吃 這個煮熟會更好吃 我們每次煮熟會更好吃 一煮熟會更好吃 現在煮熟會更好吃 今天平日 吃這第一回合啊 我們的用餐時間已經剩不到一個小時了 我是覺得說等一下我們再看一下 還要再吃點什麼好了 不然感覺時間應該會不太夠 OK啦各位 那我們拿了這回合喔 就拿我們想要吃的東西回來啦 因為我們剛剛發現說 現在全場有七八桌的客人啦 只剩我們這一桌還在吃而已 然後大家都在那邊聊天啦 所以餐廳它那邊已經開始在 慢慢撤收自助餐的地方了 不過OK啦 有沒有 現間紅蝦 還有因為他們在撤收了啦 所以我們現在想要吃幾隻紅蝦 直接跟它點就好了 就好了 還有這回合我們有拿牛筋啦 我是覺得說他們的牛筋真的是燉到非常的軟嫩啊 我很喜歡耶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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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謝謝 好 沒有想到最後我們紅蝦還是上來了 我以為他們 只會給我們兩次而已 但沒有想到他們真的把剩下的都補習了 我覺得到最後的這一刻 他們是真的有誠意的 新加坡炒蟹 還有新加坡炒蟹 各位這種沙蟹 它只要北美又新鮮的話 我們只要用我們的門牙 上下擠壓它 它的肉就會從這個軟殼裡補完 擠出來了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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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已經吃完這回的東西了 我們準備去吃點甜點吧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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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綿密的口感包含的雞蛋香 還有它淋上焦糖醬的香氣 它這個東西 是可以單獨在外面賣的 都沒問題的耶 好酷喔 還有說它今天這個冰淇淋啊 我就覺得說 有 那我們點南蛙 好酷喔 那我們吃完所有東西了 等一下我們就出去外面做結尾吧 喔 OK啦各位 我們現在回到工作室這裡啦 我們今天吃晚飯的時候 誰知道外面的風雨越來越大了 我們只好回到工作室來這邊做結尾啦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說說 我們今天吃三德大飯店 向陽亭自助餐的想法吧 今天我們這平日晚餐的用餐費用是 989元 但是說它雖然有複色停車廠 但是它停車廠型外包了 而且使用餐覺得沒有辦法做摺底 所以我們今天停了三個小時 快四個小時的情況下 它的費用跟我收了160元 不過我是覺得OK啦 因為畢竟我們住在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要去台北這樣來回坐公車的話 也許這種颱風天的天氣 我們也許還坐不到這個公車吧 因為畢竟在颱風天 以我們住的這個地方 我們想要做大眾交通運輸的話 我們過去也許還可以 但是回來的話還不一定坐得到車子 所以我們之後選擇開車啦好不好 只不過它今天用餐時間之後提供三個小時 我是覺得以一般人來說 三個小時應該是綽綽有餘的 而且是說他們在八點多的時候就開始測熟了 只不過我是覺得以今天的狀況是還蠻合理的 因為到八點過後全場大家都在吃點心 而且說它今天雖然我們一個人 但是它也有提供火鍋給我們 只不過我有看到其他桌子三個人四個人 也是跟我們做一樣大小的桌子 欸他們的用餐空間 我是覺得真的是有被擠壓到耶 我們一個人就覺得可能空間就不太夠了 可是他們是三四個人一起吃啊 中間放一個爐子 然後大家可以休息來 可以休息去 我是覺得說 為什麼飯店你們不給他們大名的桌子啊 而且說它現場也是沒有坐滿的 不過人家有人家的營業方針啊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說什麼了 但是如果你問我說 今天要我花一樣的錢再回來吃的話 我OK嗎 我是覺得說 它今天提供這麼大碗的內容給你們 海鮮有新鮮 紅肉的肉質也是不錯的 而且它甚至現場料理調理的味道 我是覺得真的是有飯店的手藝 還有水準 這個價格 難道不香嗎 那各位看到這邊 如果推薦吃到飽餐廳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看到Juciu回復啦 還有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歡迎加入我們頻道 然後會員會送我超級感謝工人支持我們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